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北斗交流道 一辆满载饮料的货车 疑似因为天雨路滑车上的物品没有绑好 过弯的时候车上的饮料散落一地 交流道一度封闭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吴嘉辉 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的北斗交流道 有一辆拖板车 它上面是满载了瓶装的饮料 那么疑似因为天雨路滑 然后再要上过弯 然后货物又没有绑好 整个饮料全部都滑到交流道上 我们可以看到地上全部满满的都是饮料 还出动小型的挖土机来帮忙收拾残局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状况 好的那么交流道全部都是饮料散落一地 那么也临时封闭了整个北斗往西州的交流道 不过现在是已经开通了 那么不过还好司机也没有受伤 那么因为当时第一时间担心有驾驶 万一行经这个路段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一度封闭 不过现在已经恢复通行了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状况 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些人 是这些人的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